从一中南三种版本 阅读英文知识短文 像这一篇 是World's First Intestine Transplant 这是我们是第四篇 一就是比较简单的 三就是比较困难 先念一下 然后再解释意思 Emma is a Spanish girl She is one mother of the other side that she has a problem with intestine Emma's intestine is too short the body doesn't get enough energy from food the serious disease is called intestine failure Emma's health gets worse very quickly she needs a new intestine Doctors transplant a new intestine when she is 11 months old Emma also gets other body parts which help her digest Emma i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world to get another person's intestine she is a healthy girl now 简单版吧 当然就比较 怎么看的简单一点 第一个句子就比较短 所以我们一般程度不好的 你写的句子短短 英文程度好得不得了的 尤其是外国 外国人也不一定都写得很好 就是知识分子 哇 一个句子给你搞个三四十个字 甚至更多 像《西科大学》里面有个经典说 不要动不动地给你搞个五十个字 一个句子五十个字到一百个字 Emma 叫女孩子的名字 Emma Thompson 英国很有名的女演员 Emma Thompson 但是这个Emma是一个西班牙女孩子 你说奇怪 怎么是西班牙 英国美国名字一样 这都是欧洲人嘛 美国就从欧洲来嘛 东西世界只有欧洲嘛 东西世界就是两个大文明嘛 就一直以来啦 主要主要就是东方的中国嘛 西方的欧洲嘛 所以说欧洲名字都差不多嘛 当然她文字不同 平凡不同 Emma 是一个西班牙女孩子 西班牙名字就是Spanian 西班牙人或西班牙的 就是Spanish 她只有一个月大 医生说呢 她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的腸子 腸子有large intestine small intestine 腸子有分大小小肠 Emma 她的腸子太短了 太短了 她的身体呢 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 从15年得到足够的 Energy我们讲精力 从15年到精力 应该叫养分 这边讲 Nutrition比较好一点 但Energy也可以吧 因为养分就是产生精力 产生能量 这个病是很严重的 叫做Enterseeing failure 看中文怎么翻 一般的医学上是叫小肠 太短什么症候群了 忘记了 小肠 反正小肠很短了 一个症候群 Emma 她的健康呢 Gitward 每下愈旷 越来越糟糕 而且很快的恶化 她需要一个新的肠子 因为肠子太短了 太短她没办法吸收 所以需要人工做一个外科手术 所以医生就移植了 做外科手术 移植了新的肠子 那当然一定要说 这个不能从实验室造出来 不能人工造了 一定要看有谁死掉了 或怎么样 而且她是婴儿 大人可能还不行 医院要造 我们待会来看看有没有血 一个新的肠子 当她11个月的时候 所以她一个月大 就开始出现问题 当然还要诊断 还要去找看谁捐 搞到11个月的时候 动手术 Emma 也拿到了其他的身体的器官部分 除了肠子以外 可能周边也需要 可以帮助她 Digest 就是消化 所以以前读者文在家 English Digest 什么意思啊 帮读者消化 他意思就说 他也是摘出来的意思 文摘嘛 读者文摘 意思是读者文摘都不是原创的 他就把全世界 他有很多编辑群 全世界各个杂志 报纸杂志 上面好多文章 他得到拿到花圈 买版权 然后再读者文摘 所以他二手文章 可是他有名嘛 其他很多文章 可能是从西班牙过来的 美国 英国过来的 他没看过 所以读者文摘 所以他还是消化 也可以当文摘 Emma 是第一个人 在全世界 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藏者 奇怪 她怎么走出 难道以前没做过吗 她现在是一个 很健康的女孩子 那样的父子 现在这集讲到这里 也非常健康的女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